《涛声音》就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涛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招聚焦》 谣言谣谣领先的预言 2012年当时跟大家说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是2016年大概11月9号左右 马云到了在川普大选获胜之后 马云到了纽约川普大厦 拜会了川普 两个人谈了大概两多小时到三个小时 那马云当时如日中天 那有钱 马云当时的财产远远超过了川普 所以在排名 财务版本排名也超过了川普 那两个人出来从川普大厦出来之后 那川普很高兴 说马云要给美国投资 对吧 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 让美国的农产品都在 马云的阿里巴巴 这个淘宝上买 大概就这么个故事 八年过去了 一切都成故事了 都成泡影了 马云现在连回中国都比较困难 在马云所有的企业当中 马云不认任何职务 川普的财富呢 就是大概tribble 三倍的增长 跟这个 跟他的股票有关 那马云到底现在有多少钱呢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哪些企业还归他 不归他 但是这就是命运 这就是命运 跟这个完全社会背景 跟这个社会背景 跟人的天命有关 而在当时这个新闻事件当中 我们当时跟大家评论过 这个应该是马云 是深得习近平的信赖 马云深得习近平的信赖 在反腐的过程中 走到了2016年 那习近平开始 见过奥巴马之后 结果川普获胜 所以跟一年前 2015年10月份 川普见奥巴马时的状况 就迥然不同 因为代表民主党人呢 代表着奥巴马 这个时候还在任上 对吧 但是这个希拉里竞选失败 那川普人们对他都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人 这是个生理人 对不对 跟做政治不太一样 所以川普那个 而川普对习近平呢 是非常嘲讽态的 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马云充当了使者 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们也认为 这是习近平对马云的 非常的一种信任的做法 我们回过头来 现在看同样是 因为在这之后的半年之后 在2017年的4月份 那习近平就到了海湖庄园 透过两天的接触 所以习近平跟川普就等于是建立了直接的关系 所以马云是一个作为一个铺路者 作为一个探子 是应该讲在当时的习近平而言 是非常完美的完成了习近平嘱托 那今天的习近平跟当初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今天22号 那经历了七天吧 大概 15号到22号 15号是这个三中全会 所以经历了这么七天之后 习近平这个有关中风的风波 真假习近平 这是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解释了 已经非常明确的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那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呢 美国两党的总统竞选者 跟我们顾不上习近平怎么回事 完全顾不上的 因为拜登一说退选 这事就全乱了 就是故事成为另外的一面 而习近平遭到攻击 这是肯定 就是连番的遭到攻击 21号 22号 21号 拜登的消息就刷屏了 那22号本身呢 就出现另外一个场面 就是在这个人民日报呢 头版 没有习近平的任何照片 什么都没有 那头版一般都会有一张照片 作为媒体报业的一种规范 因为一张照片 胜过千言 一千个文字嘛 一千个句话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没有习近平的照片 只突出党中央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标志 所以在我眼睛里认为呢 真假习近平真的出状况 在这个说 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背景之下 结果不成想 纽约时报发力来攻击习近平 纽约时报发力攻击习近平 就故事就不太一样了 他却是兜了老账 把肖建华给兜出来了 他用了两篇文章 去谈了肖建华跟马云之间的故事 而肖建华跟马云之间的故事 是讲述了肖建华 透过空壳公司 实际在掌控着马云的整个 他的马云帝国 他的相应的股票呢 占了三分之一 他股票 肖建华占的马云股票的 凤额的三分之一 超过了马云的本身 而肖建华本身呢 却是太子党的白手套 所以就说 肖建华透过六家空格公司 在控制着马云的庞大的商业集团 而他是替中共上层的人 去掌控马云的一切 那在替中共上层满足这一切的时候 那肖建华的得意忘形的时间呢 是2013年 也是透过纽约时报 直接讲说 习近平的姐姐姐夫 主要是姐夫 叫卖一家股 为了能够执行习近平的要求 习近平要求家族呢 不能有任何 沾这些企业往来的 沾生意吧 大概出售了2000多万股的一个 一个价值2000多万元的一个股票 肖建华给接受了 所以肖建华抖机灵 就把这件事情抖给了纽约时报 那这给习近平恨死了 所以习近平随后派人进入香港的四季酒店 从香港抓走了这个肖建华 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完全摧毁了一国两制 灭视就是羞辱了香港的司法独立的一个身份 在当时的情况 所以后来肖建华被判13年 是跟着有关 那也就变成了肖建华 跟习近平之间就出现了一个 本来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就是肖建华充当白手套 但他肖建华更大的背景是江家帮 这是江泽民的儿子 所以江家帮出手 利用肖建华借助纽约时报 羞辱习近平 这个前后的关系是这样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习近平还没有开始反腐 那结果今天 在经过一波支乱之后 今天结果 纽约时报再次 起底肖建华跟马云之间的秘密网络 再次影射今天的习近平 因为其他太子党没有意义 那今天唯一被影射的 真正有意义的就是习近平 所以这就回到了2012年 2013年当时的场景 那2012、2013 2012特别是2012 当时在英国的 英国的金融时报 不是英国的 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英国的媒体攻击的是 胡锦涛 那实际攻击习近平的 当时是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攻击的是这个 温家宝 纽约时报攻击的温家宝 华尔街日报 攻击了习近平 然后英国的媒体呢 你看 你看就到嘴边说 攻击的是胡锦涛 那是在争权的过程中 跟江南方对立的过程中 出现明确 所以在2012年11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召开十八大之前 温家宝在十月底 遭到攻击之后 温家宝在11月初 说要起诉 纽约时报 所以纽约时报 后来董事会 发了一个声明 说你要敢起诉 你就来 那当然温家宝不敢去了 所以就出了这么个故事 而当时被解读成呢 实际是温家宝 实战力博 已经没有戏了 所以也知道 这都是来自于江家邦的攻击 所以正是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今天 纽约时报从操就业 借肖建华跟马云之间的故事 又在攻击习近平 所以这是一连串 也就是说 我以为跟习近平中风是有关系的 我回到明天节目中 我会跟大家详细介绍 这两篇内容 纽约时报连发两篇报道 起底肖建华跟马云之间的秘密网络 充当白手套 那肖建华为习近平的姐姐 转移财产 所以这就是明确的攻击 肖建华与中共上层的长期秘密往来 实际是秘密投资了马云的公司 纽约时报跟连线中国发现 透过空壳跟代理人 肖建华 明天系 明天集团已经没了 在五年中秘密掌控着马云旗下的多家公司的股份 这是肖建华惯用的手法 他是躲在背后的 而他充当太子党的白手套 替派太子党掌控国内的大的所谓的民营企业的公司 将其亲属将财产转移到海外 进行交叉投资 而这个肖建华为习近平的姐姐 奇巧巧 2014年 肖建华曾经向纽约时报证实 出售北京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 接盘的就是肖建华 这是肖建华 在四季酒店 他身体有病 养了一大堆老婆 为了生聪明的孩子 五千万一个 五千万一个 画千百的 做法 其实 做法上 你现在想想 有点像马斯克 这些人都 就是很难说 我不知道他要叫正经跟不正经 很相信自己的小虫子 飞动一半 就是说 自己的小虫子得接种 谁能接走 就这个 其实这个 肖建华被传有一百多个女人 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儿子 女儿 不知道 马云已经消失 纽约时报获得证据 并未直接显示 马云知道肖建华的投资情况 阿里巴巴也否认 那 而这个 并称 纽约时报没有实际证据 但是呢 肖建华是马云证券公司最大的股东 幕后者 四家离岸公司和赵薇的丈夫 黄有荣 新加坡籍人 持有第五家公司 控制了 这个马云的证券公司 云峰金融的三分之一 比马云还多 所以2017年 那 肖建华消失 被抓走 判了13年 然后在 但是在监狱里服刑的时候 他依然控制了马云的公司 就这白手套坐定 也就换句话说 肖建华 没有被判死刑 那是习近平不敢 2020年 当时 马云寻求蚂蚁金服上市 当时的这个肖建华手里还有 然后他提到说 有多种的商业往来 马云是中共政治精英赚钱机器 六名现任和前任政治局委员的亲属 拥有他麾下的公司 这些都是 那这些内容呢 有些没有什么太惊奇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 是纽约时报 转头借马云跟肖建华 再次攻击习近平 这应该讲 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事 就是三中全会一定出了什么事 才会有这种操守做法 因为这个东西 对于这个纽约时报来讲 之前没有透露过任何风筝 而是突然出现了两篇文章 时间很凑巧 在习近平证明自己没事的情况下 结果纽约时报却出了两篇文章攻击他 那是不是借力发力 也就是习近平真出事了 然后呢 这个原来的江家的系统 转头攻击他 借助纽约时报 有可能 这是非常有可能 在当年攻击习近平的 纽约时报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里面 今天在纽约时报中文版 依然做主管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